我想這個電視台比較特別啦 這八年來它有比較多的特權 他們可以台南辦會 我們不能點電會 所以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內容 那結果當時我在電視台被罰了60萬 那現在NCC是用說 這是屬於評論員的個人風格來做這種評論 我看NCC的主委也已經變成評論員了 反正他也快離職了 那我個人也不會為他計較 但寄望清德兄 我們要捍衛的是言論百分之百的自由 但是言論的自由如果傷害到國家的安全 你把最高的機密 我跟你講 這個個人的個資啊 所有消費者的基本資料 是所有電信業者的極機密 那為什麼可以把不同業者的這些訊息統合 除了國家機器以外 沒有其他的人可以介入 所以王先生不可能 憑他的力量啊 可以掌控這些資訊 所以還是要警告清德兄啊 要借之勝之啊 我覺得王英川縣真的是已經是話虎爛 已經到了極致啊 那他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 然後現在呢 看起來是要脫罪啊 也就是說他是用膝蓋想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他膝蓋是基地台嗎 有這麼多的資訊嗎 那所以我覺得王英川這種做法呢 第一個就是斷尾求生啊 因為他知道大家都在切割他嘛 那也知道他闖了大禍 那另外呢 事上現在司法檢調也開始在調查他 我覺得他根本是隔空串供啦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這個否認 最後只好說 就是說這個通通是他自己胡說八道出來的 因為他如果真的掌握這些資料的話 那麼他就一定會觸犯相關的法律 所以我覺得王英川這個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呢 就是他在司法上呢 他要斷尾求生 那第二個呢 如果他真的是啊 用他從他膝蓋裡面想出來的 那這也顯示這個王英川這個人 在這個政論節目上 你看他胡說八道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我要再次的去呼籲NCC啊 應該去調查 因為如果按照他這個 是用膝蓋想的 那我今天就正式的會跟那個NCC來 那個檢舉告發 那麼請他們那個去辦三令 因為你竟然 竟然可以容許一個 你的政論節目的來賓 用膝蓋想出這些所有基地台的相關資料 那像王英川呢 他還說 他還講這些就是要調查這些欄尾 說這個下一屆別想選 是誰給他這麼大的膝蓋 當然就是民進黨撐腰啊 因為那個王英川本來就是 賴清德的這個親信啊 因為他原來雖然是政國會 可是後來賴清德呢 又要搶救益川大兵 然後呢又把他升為政策會的執行長 重用王益川 所以他後面有這個黨主席 有總統來撐腰 所以才讓他這麼囂張跟跋扈 過去雖然王益川就常唬爛 但是這次他的人設是完全崩毀 雖然大家就是過去覺得說他政治基統 可是至少他就說王國昌來跟我辯論啊 好像一副自己很勇的樣子 那結果這次看到呢 他竟然說 欸假如有任何節目要談跟他有關的事情 他就要拒絕上 甚至呢還去嗆黃建豪說 為什麼我資料要給你 不是欸 你今天如果有一份違法取得的資料 那作為立法委員 那要求你提出所謂政府監控人民的資料 這是天經地義有什麼好嗆的 還是你覺得你做了違法的事情 但是立法委員沒有資格來指說 你的這樣子的行為有問題呢 所以你在同溫層裡面很會嗆 但是他講出的事情呢 其實他一開始說的跟他後來說的 說法變了很多次 他一開始有提到很明確的資料比對 提到很明確的手機訊號 提到很明確的基地台 以及賴清德的活動 517 519三場不同活動的人的比較 這件事情呢理論上是可以做得到的喔 所以我不能直接說 啊是胡爛 因為根本做不到 因為不管是我問了國安局 或是過去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都有研發出相關的系統 是能夠做出這樣的比對的 可是我們應該要用最嚴格的標準 禁止政府無限的甚至用政治的方式來看 來比對這些資料 那為什麼資料會在王毅川的手上呢 電信三雄都說他們沒有跟王毅川聯絡過 這很正常啊誰想跟王毅川聯絡 他什麼咖啊 那但是民進黨有沒有人跟這個電信三雄聯絡過 那民進黨的高層有沒有 那一些民間人士但是偏綠的人有沒有 就像我們經常會拿出民調 在電視上面跟大家講解 那那個民調也不是我出錢做的啊 可是它是一份確實的存在的資料嘛對不對 那那些民調公司也會說 沒跟許曉欣接觸過啊 可是問題是就是有人出錢來做購買 所以有了資料之後 資料給了我 我可以拿來電視上分析這份民調嗎 我認為他的過程比較像這樣 所以我覺得王毅川他所說的事情 他第一天講的話真實性非常高 但是政府監控人民這件事情要怎麼樣 才能去找出真相 這是我們現在就是要比較煩惱的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中華電信發出的五大聲明 中間還有三大一團 如果你沒有跟這個王毅川接觸 有沒有跟民進黨其他的單位任何一個人 包括民調中心跟民主學院 有沒有跟任何人接觸 第二我們看到整個的資料 在電信法的第三十七條的服務契約裡面 可以完完全全看到這根本是一個帝王條款 只要去識別化就可以交給其他人 這是什麼樣的電信規範都應該一併的調整 第三我們看到到底有沒有針對立法院外做監控 這份資料到底交給誰 這都是中華電信的聲明完全沒講到的 我們呼籲在對面的中華電信總部 雖然我們講的聽證調查權的法律還沒有生效 可是在這個整個的調查過程中 不要做任何虛偽的陳述 也不要想幫任何民進黨的人來護航 必須要誠實以對 去識別化可以解釋濫用個資嗎 基本上我們看到整個服務契約的第三十七條 裡面解了去識別化就可以不用經過一方的同意 交給第三方使用 這根本就是一個帝王霸王條款 這個霸王條款完全讓人民的隱私 個資或相關的資料是完全被濫用 所以我們呼籲立法院應該針對這條法律來進行修整 王一川爆料說可以用手機定位來分析青鳥的行為 那是不是你有質疑說 是不是之前疫情的那個足跡沒有銷毀 現在變成是那個選舉的一個工程 我們看這件事情 第一要看王一川是不是唬爛 第一件事情是要看他可不可行 如果他是可行的 那可能唬爛的機會就比較低 如果是完全不可行的 那我幾乎可以定義他就是在電視上唬爛 因為他唬爛不是第一次的 可是我們回顧過去 2020年的時候因為疫調的關係 所以NCC跟電信三雄一起建構了一套系統 這套系統就是可以透過手機 去分析包含你的年齡跟你的足跡 所以大家記得鑽石公主號嗎 鑽石公主號下船的人 不管你是去了九份或是金瓜石 你的足跡都是完全被記錄的 但照理來說這樣的足跡在28天就要銷毀 而且現在疫情已經過去了整套系統 是否都應該要銷毀呢 他是否現在還存在 我們也是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或者是建置了這套系統之後 現在雖然不歸衛府不來使用 但是轉移到國安系統 這是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地方 那北檢現在雖然在查 可是坦白說我們不是這麼信任卑劫 所以我們現在似乎也在思考的是說 等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正式通過 也就是說最後的程序走完 包含民進黨有沒有要複議 然後政府有沒有要複議 跟總統正式發佈實行之後 那是否就可以對此進行真正的調查跟聽證 那找出政府到底是否透過特殊的系統 監控人民的答案 王毅參的事件 這是一個要嚴肅面對的問題 沒有想到在民進黨統治之下的台灣 警總復辟 我們要問的第一個題目是 他的資料從哪裡來的 還有一點 現在三大電信公司都說沒有這回事 我們沒有賣給他 第二點 現在連國安局長都出來講說 這個我們拿不到 一個民進黨的黨官 可以拿到國安局局長拿不到的東西 今天這是王毅參一定要出來面對的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詐騙這麼多 很清楚的 這是他用不知道什麼不當的說法拿到個資 這種個資外洩 也不是說今天台灣詐騙多的原因嗎 今天台灣人民最痛恨的是什麼 不就是詐騙嗎 今天王毅參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 在告訴我們說為什麼今天台灣詐騙這麼多 這件事情 以台灣民眾黨的立場來講 我們的聚會活動 來參加的 來參加我們活動的人 被電信監控 這台灣民眾黨一定要提出嚴重抗議 黃毅參一定要出來說明